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我现在呢要去Anaheim 去一个OC Auto Show 它是一个车展 维持4天 从昨天开始到礼拜天结束 那我现在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车型 也带大家顺便去瞧一瞧 Let's go 这个是新的370系列老款的 现在这种后备都用了这种比较现代的设计 反正这个车展就是日本车和美国车比较多 欧洲车它都是Dealer Sponsor的 所以没有那么多 这边Mercedes都没有 然后就网马 奥基 保时捷有餐厂 但是这个房间也是第一个带过来的 我也不让打开 它那个灯很像新款的Rivian 几年前我来的时候全都是油车 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油车的影子了 全是电车 电车的好处就是 全都可以用来做Storage 反正成熟空间就更大了 这位先生今天几天坐不进去 不可能 看行不行 很变态 变态不让我往后 好小啊这个车 是什么 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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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宝马 为什么 为什么是跟宝马一模一样的认识 Supra嘛 Supra其实东西都是宝马的 以前也是宝马 第五吧 啊 就换壳宝马 换壳Z4 但因为以前上一代的Supra 太神了 不行这车不能买 走吧走吧走吧 好 好 好 呀 我们下期再见 你害怕晕车吗 应该不会吧 你吐了怎么办 请你吃饭 可能今晚饭又着落了 可能晕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吉普车做完在车里面其实没有感觉那么颠 不像在外面拍的感觉好像拖度特别大 避震真的特别好 之前我一直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如果要玩越野车 第一选择可能是路虎或者是G63 进种之类的 现在想想还是吉普这种比较香 因为颠的路站或者路面不好的时候 它其实性能还是特别好的 下一台车要不就买这个吧 你不要特斯拉来这个好吧 看完还挺好玩的 又能感受越野又能感受电车 然后这个秀周六周日都有 如果大家想来的话 我把有一个买一送一的link放在下面 那我现在就吃饭了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拜拜